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香港這次真是想窮都難 兩年 前年就搞這個高財通計劃 有幾萬個大陸的精英來香港 李家超特首就很高興跟大家宣佈 他估計高財通計劃可以為香港 直接達來的經濟貢獻是340億 哇 陳茂波不就是笑到牙都掉了 不用閉毅了 過千億財赤 他們有340億的直接經濟貢獻 當然不是全部交稅 但是我們香港真是靠高財通就發達 欣欣向榮 實情是這樣嗎 回來再說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用了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是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這個高財通計劃就前年開始了 申請人數很厲害 非常踴躍 好像說有7萬多人申請 就批了5萬多6萬人 又說差不多4萬人來了香港 剛剛做了一個調查 勞福局 去年11月開始了 透過高財通簽證底港 六個月的五千名申請人和家屬發問卷 回應呢 四成四十個巴仙 就這樣說的 他們找到工作做的就有五成四 有一半未找到 OK 有工作的那幫人 他說收入的中位數 五萬元 高過香港的 香港兩萬 當然啦 這班高財 香港那些不是嘛 對不對 那麼就有十個巴仙 說月薪有二十萬 就是說 那個年薪有成二百四十二百五十萬的水平 好了 那麼 就是 超哥呢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致詞的時候 引述這個結果 那麼 也就是說 估計 可以為 推算 推算來說 我等一下再計算這條數 到底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這樣 那麼 阿孫玉咸 勞福高局長 就說 這個調查 因為用文件的形式 回覆有四成那麼多 有足的代表性 然後他說 推算 已經來了香港的三萬多 將近四萬的高財通人財 情況是相約的 可以為香港帶來每年三百四十億的直接經濟貢獻 為本國生產總值 大概是1.2% 而且 配偶 他說配偶 都是四十歲以下 超過一半的高財 比較年輕 加上他們同年年幼的子女 在香港定居 香港人口結構都會帶來正面影響 哇 第一 他帶來三百四十億的經濟貢獻 第二 那些小孩這麼小 你香港人不肯生 他帶來小孩來 所以 人口老化 平均年齡 拉低了 就會減慢 好了 中委數是五萬 他們的 香港的中委數是兩萬 為何你高得那麼膠關 有些人說老實話 誰呢 這是一位立法會議員 也是和這些高財通 有個會的 叫上海龍 上海龍 上海就是高上的上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受訪者的收入中委數和就業比例 看得到 計算是成功的 他說老實話 不過 回覆問卷的受訪者 一般情況較好 或是較積極回應調查 他未回覆的六成 可能就業情況較差 老實 又是 你用問卷調查 人家回覆你 難道我找不到工作做嗎 我現在找燈 在租劏房住嗎 他不會回答你 所以回答你 那些當然 就業的水平比較高 至少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所以中委數據到五萬 裡面有十個百分數 就是成成二十萬一個月 因為他可以找到工作做 當然就打進來 上海龍就說 要拉上保一下 看數據 用獲批的五萬一千人做基礎 在香港找到工作的人 或者是未到一成 這個議員真的好 這個議員在這個問題上 他都好像是什麼港票 在大陸來的 起碼別人老實一點 就不用在這裡吹噓 你想想 批了的五萬一千宗 三萬六千人來了香港 回答你的問卷 是四成 裡面告訴你 有五十四個百分數 找到工作 回答你的 都是說五十四個百分數 找到工作 做 那不回答你的六成 是不是可以說是全部未找到工作 做呢 又未必的 又說找到工作做也好 可能人工很小 所以不回答你 所以他就說 就是說 在香港找到工作的人 或者未到十個百分數 那樣 那樣 上去龍就說 做工業 難道在大陸做工業 香港是做金融嗎 在大陸做工業 香港是做炒房嗎 在大陸做工業 香港是做房地產嗎 在大陸做工業 香港是做房地產嗎 在大陸做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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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配對 集職者和僱主 才能讓五萬一千個獲批者 有效地被本港 納入香港的市場 其實 整件事呢 你會看到 現在又要趁一下 夏寶龍來香港 香港政府頂頭上司 港澳辦主任 我覺得現在 能趁得就趁 我的感覺就是趁 根据整个问卷调查 最后的结论是说到对香港的经济贡献到三百四十几亿 这个数据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他在公布里面是没有详细去说的 究竟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呢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造假 我觉得起码有些夸大事实 如果用上海龙的说法 这三万六千人来到香港 他说找到工作做的可能是不足或者紧紧一成 有很多东西是配套不了的 可能高材来了也是人浮于事 因为他们不是找到工作才来 不像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签证做法 他有签证就是工作签证 比如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工作签证 在那里做事人们请你 或者是读书签证 你要报读了某个学校 报读了某个课程人们收了你 或者工作人们请你 很多都是这样才给你一个工作签证 当然有些移民计划就不用了 当然是吧 但是这个就是不用的 你说你某些名牌大学不夜 你那个年薪在那个地方 他说全世界主要是大陆 九成是大陆 去到多少钱的 那你就可以来了 你来到这儿找不到工作做不知道 来到这儿可不可以 智力更新的生活不知道 你来到才算 那这次他就有个数目很大 七万人申请 五万多六万批了 那现在又是三万多人来香港 究竟这帮人的生活是怎样 做了个调查 中委数是五万 中委数是五万 不是所有高财通的收入 中委数是五万 是回应你的文献调查 的高财通 中委数是五万 有10%去到20万 那就是多少人呢 实际就是多少人呢 那然后他就推算 对香港的经济的质招贴 去到三百多亿 我觉得就是 越出越大 就是好像呢 香港经济 现在有高财通就行了 靠了他们 那我就 我觉得我感觉就是 很可笑的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我们拼命输入这些高财通 就行了 还需要这么多尺 是吧 如果你说 这帮人来到 年薪又这么高 两年了 是吧 薪水这么多 他可以撑起房地产 是不是 起码先撑起贵价的房地产 或者中上价的房地产 为什么一路全线下跌 由这个 什么居住 有期屋 那些自治居所计划等等 公屋那种 一路去到中产的 这个第一城 太古城 那些全线跌 解释不到的嘛 这帮人这么有钱 那可能的因素就是 根本 批了很多人都不来 来了 未必找到工作 来了之后 可能他都没有 打算在香港 定居 所以没有在香港置業 香港是作为一个 中转集 作为一个跳板 原来用来跳出去的 若干年之后 只不过在那里租屋住的 未必有 就是固定的工作 或者长期的工作 如果不是 为什么那些 就是仍然 叫救命 就是那些僱主 那些高管人才 那些移民 走完那些 填补不了 如果那些高材东 真的填补得到的话 他就不用 他人力资源公司 不用叫救命 咬得那么紧要 就是事情很简单 所以这些事情 不要靠催 催没用 你说他令到GDP 这些人 可以增长1.2% 那你不用带魏了 陈茂波 是吧 他赚了那么多钱 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税 自然要买屋 自然地产市 会好 自然要投资 股票也会好些 是吧 结果全部不是 两年了 那大家解不解释到 什么原因 那只是解释到一件事 夏主任在 你要做一些好的事 给他看 做一些正绩给他看 不过是数字游戏 好了 这次讲到这里 我继续支持我patreon 和心者偶快的channel 多谢你收听 再见 我现在想和你做一些 做一些好吗 我现在想和你做一个好 快的感觉 你会想和你做一些好 准备通知 你会想和你做一遍 然后你再也会 怎么会 然后你靠你 volunteer 然后你带你 发生你的 我 英銀銀行博物館的展覽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關於英銀銀行和奴隸制度的關係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反省 講到很多的資源 英銀銀行和遍佈去歐洲和美洲奴隸制有關 例如這個也是英銀銀行 牽涉一個奴隸制的主席 有不少的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的反省 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開眼界的 可能你們更有興趣的就是講印銀紙 這裏就講一些英國的銀紙 那些銀紙的演變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偽鈔是怎樣的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1797年的時候 英銀銀行第一次引了那些一磅和兩磅的銀紙 不過沒有什麼人知道那些銀紙是怎樣的 所以出現這些偽鈔 這些是否來的呢 這些做得很粗糙的其實 那就是這個 那這些呢 是2005到2016年的禮鈔來的 就是用紙來做的 那後來這些紙的鈔票呢 已經全部沒有了 英國的銀紙呢 最高的面額就是50磅而已 如果理解沒錯 那一路都是用紙來做的 不過這張銀紙已經是淘汰的了 變成膠的 什麼膠呢 那真的是膠來的 它叫做Polymer 是一些索膠粒來的 那開始就做了這些索膠的銀紙 這個5磅 10磅和20磅 那然後呢 就有一些索膠粒來的 這些就是用來按下去 讓你可以摸到那張銀紙 是多少錢的 一些可能有事的人 或者失明的人 那這裏呢 就要介紹欣銀紙的過程 這個就是 譬如那些 所謂的secret marks 那類似水印那些東西 那一般呢 就是防迷霧 最重要就是 防迷霧 那然後呢 就 在這裏呢 就是說 所有人知道是怎樣印的 中間有一個透明的窗 就是逐步逐步呢 就是教你 究竟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印了些什麼先 印了些什麼口 這裏呢 整張印了出來 那我就說 就是 在英美王 那個頸那裏呢 有很多很細的字啊 或者這個20那裏呢 用鋁線 才看得到 不同的顏色 那樣 應該用紫外光看的 紫外線來看的 那要介紹這個 所謂polymer looks 即那些塑膠的紙 那他說很耐用啦 給這個紙的鈔票金用啦 那這樣耐用幾倍那麼多的 那但是都 一整天會爛的啊 那爛了什麼呢 那爛了什麼呢 那整碎了它 OK 我們做一個cycle的 隨便再用 但是 整了這些膠粒 這個厲害的 這個是垃圾桶之類的 用來儲物的 就是用 這個塑膠銀子的膠粒做 大家看清楚是這樣 這個都幾有趣 好了 這裏呢 就介紹吧 每一張銀子 那個圖像 除了英女王之外 就有哪個呢 那我剛才有說 這個就是 這個 有吉爾啦 就是5磅的 那就是2016年的 這個塑膠鈔票裏面 有他的樣子 那這個是哪個呢 這個就是 這個 一位作家 就是 傲慢與偏見的 作者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 一位畫家 20磅 這個是很出名的 英國的一個畫家 然後呢 這個就是 阿桃來了 50磅 他每一個 的 放進去 這個 銀子上面 當然 一個很 令人深刻的故事 大家不妨都可以 看看這個故事 然後影片 我們還是可以 咱們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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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通脹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流暢 它們有一個扁 這個扁 將它這個波 升高它 這個波 我將Inflation 控制到它 2% 證明失去0 控制不到 它回到0 嘩嘩 原來很難控制 控制到2% 快完成 你看我的技巧多好 你看 哦 可以了 變成通縮了 這樣告訴人 它怎樣控制通脹 用手來控制 簡單很多 看不到 你看到 再用手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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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